哈囉大家好 我是欣培 神魔智達在這個禮拜出了 獄青之主的地獄級跟戰利級 地獄級太簡單了 我們就直接不打地獄級 我們直接打戰利級 這次很多人說光暗隊不可能過 我跟你講我這人最喜歡打阿烈 我就用暗隊過給你看 選擇的是撒旦配上奧丁、洛基、前夫人 再配上一隻轉屬的BB 再配上撒旦 我們直接儘管打的是戰利級 地獄級真的很簡單 隨便打隨便過 所以如果你只是單純想要打一張獄青 獄青還是山青 反正隔壁老王啦 這長得很像我隔壁老王 你只是想要打一張的人 你就直接去打地獄級就好 因為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難度喔 現階段卡片真的都太強 好來第一關我們可以稍微的洗洗技能 可以稍微的洗洗技能 這天獎不要太誇張 基本上都是可以洗技能 但是我看這天獎是很誇張啦 看來我是洗不了技能啦 沒錯果然洗不了技能 直接進入下一關 沒有關係 我們去下一關也是可以洗 大家不要緊張 真的不要緊張 因為本身我不會有新珠 已經本身掃一色了 那第二關的鎖心鎖水 沒有消到 就會讓他回血的這個狀況下呢 我們可以在這邊爽爽的洗我的任何一個技能 可以把我所有的技能全部洗掉 那本身有這個分數的界定 分數界定怎麼界定呢 你打的回合數跟你的這個 最高攻擊力跟COMBO數之類的 都是他一個評分的標準 所以呢 如果說你是希望可以拿到高分 大家知道戰利級 我們之前介紹過了吧 戰利級就是一個 你打分數越高 我給你更多獎勵的一個東西 他並不能解放 他不能解放 他只是單純的一個打分數 打RANK 靠腰打孩童 真的打孩童 真的打孩童 好來 因為打孩童 所以我決定這一回合 我不消我的那個水珠 我不要消我的水珠 我讓他回血 幫助你回血 幫助你回血 有沒有看過我這麼好的敵人 對 不殺你還幫你回血 他媽的 我真的覺得我佛心來著 好來 我們這裡輕鬆的轉就好了 輕鬆轉就好了 把血量給回滿 還繼續洗我們的技能 在第二關是一個很好洗技能的地方 這個天降很誇張 我看他的血量是直接回滿的 果然沒錯 直接回滿 接下來我的水珠版面上是非常非常多的 我可以稍微把我的水珠消光 把水珠消光之後呢 來做一點點的poke 不要讓他過得太逍遙 這一隻青龍有點太囂張了 來來來來 你不要死就好 好來 技能還有五個回合就要跳了 那我們這裡大家稍微的再洗個一回合 OK 好來這裡打我有骷髏頭是不是 有點囂張 但是我不怕你 因為我也沒有任何死亡風險 沒有任何死亡風險 稍微做小鐵珠 哇他死了 沒什麼好說他死定了 天降另外兩組暗珠通通都消掉了 他就死了 好我們奧丁也跳起來了 奧丁跳起來之後 前夫人大概就剩下個四回合吧 因為我前夫人沒有滿技 所以如果你有 剩三回合 所以你如果是有滿技的話 這關大家小心 不要把自己給燒死了 不要把自己給燒死了 來這關遇到的是燃燒洞跟問號符石 那基本上這裡呢 靠腰 你看這個天降 直接降到十二康 撒旦的好處就是在 本身不會有新珠 新珠會一直自動消暑 所以我看護術上面就非常非常高 你看每次打多少 打到2550幾萬 夭壽 真像夭壽 欸兩百多吧 好這關他先打你一下 那這是個符文片 這關最好的破解方式就是你全轉 所有屬性珠全轉 所有屬性珠全部都給他轉 所有屬性珠全部給他轉 所有屬性珠全部給他轉 基本上就一定可以消到三屬 一定可以消到三屬 你就五個屬性 場面上有的五個屬性給他全消對不對 好直接帶走了你看 然後進來這邊 這就是大家為什麼說暗隊過不去的地方 光看暗的攻擊傷害減少至10% 我要用10%的傷害來打過這關 而且他還是越戰越強 如果我沒有把他幹掉的話 我直接被幹掉 有沒有感覺好像很難 我告訴你用這一隊真的是一點都不難 超簡單 隨便打隨便過 新賠絕對不騙 絕對不騙 好來做一個版面基本超級7COMBO 天降下來 多了一COM 多了一COM 再來打你 好 那這個地方大家會問我在幹嘛 我在壓血 我現在正在努力的壓血 來版面基本超級8COMBO 火珠屬於疊豬 看不懂了可以倒帶看一下是怎麼疊的 來這裡大家不要做太高的攻擊力 因為你如果打掉他80%的血量 他打你基本上你就是直接掛掉 你就直接掛掉 好來我血量現在是這樣 我直接開 壓血 然後呢 塑機能開就給他全開 就給他全開 不要跟他害羞 就是給他全開 龍克待會給他開下去 這裡能轉多少是多少 來 這裡沒什麼好說的 就是給他轉直排 為什麼轉直排 來因為有額外的這個 有額外的這個攻擊力加成 本身的這個昇華技是一定要記得去用到的 來我看一下這個攻擊力是直接爆表 直接爆表 12COMBO加上龍克 龍克這裡你其實也不用流珠 你可以完全不用流珠 完全不用流 能消多少是多少 能消多少是多少 因為呢後面會有一關 也就是下一關會直接將你所有技能全部洗跳 會將你全部技能全部洗跳 全部喔是全部喔 是全部喔 好來一萬分的龍克就夠了 我不打算轉高了 來我們看一下我們把一波帶走 這個攻擊力直接爆表 你看我只在10% 我還可以打到100多萬 80幾萬 200多萬 意思是什麼 原本的傷害是2000多 欸 乘以 出於0.1嘛 就乘以10的意思 沒錯 就是這樣 這關技能全部會再給你全部跳起來一次 那這裡只要大家轉個2COM就好 唉唷 我不小心轉了5COM 對不起 那個版面太漂亮 來天降下來很給力 直接一波將2隻廢材帶走 2隻小狗 2隻小狗直接帶走之後呢 唉唷 好像還掉卡了耶 掉了什麼卡 我掉了狗嗎 不會吧 好這裡要大於7COM 現階段對大家來說 轉大於7COM 應該不是什麼太困難的事情吧 如果會覺得太困難的話呢 稍微的 LOAD少打一點 你看我隨便轉到版面基本超級8 你們轉7COM 一定沒問題 轉7COM一定沒問題 好來 直接一個8COMB 打掉它百分之一半的血 那這裡呢 嫌版面上的按鈕太少 我們就直接開一個 就直接開一個 好來自己 唉唷 有個連起來了 我的水柱連起來了 剛剛原本是超級7 但是因為水柱連在一起變超級6 但天降還是多給了一個 哎呀搞老半天還是靠了一次天降 身為一個專業的實況主 我深深譴責我這樣的行為 但是 爽啦 怎麼樣 告我啊 笨蛋 好啦不要開玩笑 來 因為心情不好 所以就轉6就好 來天降很給力 好來 直接一波帶走了 沒有問題啦 用撒旦這隊真的太好打 太輕鬆了 我們進入王關 王關第一條寫是整個版面 變成冰凍珠 這裡你就把你的這個 把你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隻叫什麼東西我突然忘記了 他把你變冰凍珠 冰凍珠 整個版面冰凍珠 呃 你就盡量能削多少是多少嘛 盡量能削多少是多少 好來 我削到只剩下 3顆冰凍珠 可惜沒有霸權 欸剩2顆 哎唷 運氣不錯 剩2顆 直接一波帶走 掰掰 好 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關 這一關他有點麻煩 因為他本身不能削這個火珠 五季的龍科也不行哦 龍科也不能哦 你如果削到龍科裡面的火珠 我跟你講哦 一樣會攻擊力變成零哦 好我們現在把整個版面上的火珠 全部通通都削掉了 只剩下一顆 好 這回感覺要過沒有任何問題啦 好 血量3261 直接壓血 前夫人打開 前夫人打開之後呢 來 再開我們的BB BB跳 BB跳 BB跳完BB跳 BB還在跳 BB一直跳 跳了3次 允其非常非常好 跳了3次 那我們這裡就直接 爽爽的隨便轉了 就給它隨便轉了 好啦 我就隨便削了 版面基本超級7COMBO 天降下來 沒有任何一個COM 一波帶走 再見 每次打1000多萬有沒有看到 3000多萬有沒有看到 我是欣培 今天比較晚出片 不好意思 因為這兩天工作上面 在忙電玩展的事情 今年的台北國際電玩展 我應該會出席個一兩天 因為我在當兵 所以我是免費去幫忙 所以有空的話呢 電玩展的禮拜六 可以來台北國際電玩展找我 我在什麼字打的談會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喔好累喔 剪影片劇囉